台中清水中央路附近 坐著火花 最近這個火花燈在開火 說一個禮拜後會開開 會開到最美 台中清水庫中央路附近 一位練火的餐 最近六宿在開火 就算不是加熱 也有很多鄉親 全工來在欺負上 不管是已經開火 還是還沒開的 幾大片分別是火海 這個景色有夠水 讓這裡變成最近真熱門的風景點 葉子剛出來的話 它比較鮮豔 拍起來效果不錯這樣 目前差不多開了什麼 國的一禮拜後就全開 這個地方是免費開放的 我們鄉親可以利用時間去欣賞 來自助餐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